水珠儿也是微微一正 他接过了黑山神君手中的小花 那是一朵黄色的小菊花 黑山神君的身影 也是渐渐地变得透明 珠儿 你一定要尽快找到 小花枯萎之时 也是为父转世陨落之时 你我父女怜心 你一定会找到我的转世 五星斗仙后 我黑山神君便会再度回归 届时就能辅佐尊上 黑山神君认真地看着水珠儿 不过 黑山神君也是知晓 虽说是转世 但是每一世都有着独立的灵魂 因此 即便记忆地苏醒 未必会再是曾经的自己 至于白神山和黑神山 一些传承 尽在神山之中 随着实力的增长 你们便会明误的 小战 黑山神君已经在做最后的交代了 弟子在 孝战听到黑神神君的呼唤 便是抱拳拱手 从今以后 你们二人便是黑神山和白神山的持山者 所以 你们也将是 这座天极城的城主 若是有朝一日 你等实力强大 切勿忘记 复苏天极城 这是为师 最后的期望 黑山神君 凝重地看着孝战 孝战文言 也是重重地点点头 弟子 定会谨遵使命 如今天极城内 怨念其重 唯有黑白双神山 方可镇压 他们都是天极城的冤魂 可镇压 切勿伤他们 黑山神君说道 孝战和千宁 点头称是 该交代的 黑山神君 也已经全部交代完了 他最后的目光 看向了萧炎 眼神敬畏 而后说道 尊上 我只是一缕残魂 没办法给予你实质的帮助 唯有心中祝福 希望尊上 未来可期 战无不胜 多谢沈君 萧炎虽然不知道 自己为何是尊上 但面对黑山神君 真挚的祝福 萧炎 已以自己的身份 对黑山神君 表示感谢 猪儿 未来再见 黑山神君 最后揉了揉水 猪儿的琴手 手里 拿着小黄菊花的 水猪儿 便是眼眸一缩 便是看着眼前的 黑山神君 化作泡影 水猪儿 助力在原地 似乎久久没有 回过神来 萧炎也并未着急 先是盘坐了下来 拿出了一个 碧金琉璃果 几口便是将其吞下 金色的枝叶 散发着浓香 顿时间 萧炎的皮肤上 金光乍现 体内更是有火焰在生腾 半晌之后 萧炎 才是缓缓地睁开眼来 这一个果子浮下去 萧炎的实力 并没有突破 依旧还是五星斗仙初期 不过 实力却比之前 更加稳固了一些 先起 萧炎身上雷芒闪烁 而在那浑身的雷芒之中 原本之前 只有一道轰雷 但服用了碧金琉璃果后 那雷芒之中 竟是隐隐间 出现了第二道红雷 两久 萧炎身上的雷芒 才是隐退而去 长土一口白气后 才站立起身 我们已经在这里 待很长时间了 也该是时候 动身离去了 萧炎说道 水珠儿 眼神惆怅 显然 还没从黑山神君 消失去后的悲伤走出来 不过萧炎没有再耽搁 天极宝阁 也是恢复竹场 也是出现了 向下而去的楼梯 旋即 众人便是来到了 第三十一层 看着被铁锁 给锁住的巨大凶兽头颅 孝战和千宁 黑白双神山 便是悬浮而出 两座神山 竟是融合成了一座 黑白相间 对着铁锁 便是一砸 那些铁锁 皆是直接崩散而去 凶兽一番感激之后 他的巨大头颅 便是消失在了楼阁之中 因为这并非是他的本体 实际上所住的 乃是凶兽的兽魂 如今铁锁断掉 那么 他也得到了解放 大人 已经过去这么久了 他们怎么还没有出来 莫非 已经被困死在了其中 耿平一众 依旧还在天极宝格之外等待着 盘坐的耿平 眼眸紧闭着 而身后的队员们 倒是等得有些不耐烦了 这些时间 恐怕都能去找别的算成了 国造 耿平眉头微微一皱 便是说道 就在耿平一皱 都是等得有些不耐烦的时候 那大门处 一行人 便是缓缓地从其中走出 而这一行人 正是无谓站队 耿平脸上的冷漠 立刻一变 似乎又变成了一副热心肠的模样 脸上 洋溢起看起来 极为真诚的笑容 萧炎兄 你们怎么样 有没有受伤 耿平立刻上前去 询问萧炎的状况 放心吧 耿平兄 我没有大碍 萧炎脸上 也是露出微笑 一副毫无破绽的微笑 一如耿平一样 那就好 萧炎兄 可是在其中得了什么宝贝 拿出来 给兄弟们开开眼界啊 耿平摩拳擦掌地问道 一副无比好奇的模样 萧炎也倒没有犹豫 手掌一摊 其红色玉佩 便是出现在了他的手里 耿平看着玉佩 眉头微微一皱 便是有些不解 萧炎兄 这是何物 投往中央板块的觅食 萧炎直接回答道 怕雨一落 耿平便是立刻露出了 惊讶的神色 啊 那恭喜萧炎兄 我听闻那中央板块 有着传承之地 最顶级的传承 倒是有不往来此一趟了 耿平笑道 萧炎看着耿平的模样 脸上虽然也是露出了笑容 心中却是微微一震 莫非是自己想多了 耿平实际上根本没有这个意思 或许 他的性格 本就是这般热心肠 但萧炎 但萧炎心中的思索 虽然耿平没有漏出破绽 但是萧炎对自己的直觉向来非常准确 耿平完全可以选择 与他们一同进入天极宝阁 在萧炎与蓝山战队恭敬战斗之时 耿平也未曾出手相助 耿平一直在做一个旁观者 似乎一直都在等待着什么 啊 运气好些罢了 时间不多了 我们也该离去了 萧炎没有过多的废话 显然 耿平没有破绽 他断然也不会露出自己的猜疑和破绽 给耿平看 若是耿平在算计萧炎 如果一旦有情况 萧炎会毫不犹豫地出手 嗯 我们应该还有时间去寻找别的传承 走吧 耿平也是重重地点点头 脸上依旧是毫无破绽的微笑 在离去之际 孝战和千宁再度联手 将这里的冤魂给镇压了一番 但这种镇压只是短暂的 若是往后再有人闯进这片天极城 这里的怨气将会是致命的 萧炎一众便是没有犹豫 便是带着众人立刻动身准备离开天极城了 离开了冰窟内的天极城 已经来到了冰窟的外围 萧炎一行人助力于此 却是发现 回去的路已经重新被沙土掩埋 萧炎眉头微微一皱 这里距离地面可是有着不短的距离 而且这沙石之中还有一些暗石 恐怕要挖出去也得花费一些时间 不过就在萧炎还在惆怅的时候 便是看见沙子蠕动 四周的沙子都是在剧烈的震动 众人心神都是微微一紧 能够听见了速速之声 而后砰的一声 一道巨大的身影 便是从萧炎以众面前的沙子中冲了出来 这巨大的身影不是别物 正是之前带领萧炎他们 来这里的参天巨蟒 这庞大的身形 在这沙子之中如鱼得水 而且速度异常之快 巨蟒游走 蛇头便是来到了龙翼跟前 似乎在讨好着龙翼 龙翼也是笑了笑 在蛇头之上拍了拍 便是说道 走吧 带我们离开这里 巨蟒蛇信一吐 得到了龙翼的命令 身形便是移动 直接是破开了眼前的沙子 朝着上方冲去 这里的沙子都是细沙 即便破开了一个大洞 很快就会被掩埋而上 所以正人必须紧紧地 跟上巨蟒才行 走 萧炎一招手 身形便是移动 跟着巨蟒 朝着上方掠去 而在沙漠的上方 这里却并非宁静 反之倒是有着至少十几支队伍 在这里搜索着 他们都是在寻找着这里的顶级传承 不过 始终都未曾找到传承的入口 就在这些队伍 都是乐此不疲到处寻找时 整个沙漠 却是传来嗡嗡之声 所有的沙子都在剧烈地震动 这些队伍 皆是微微一惊 而后 皆是悬空而起 警惕地看着下方 而就在此时 沙漠不断隆起 而后 一个巨大的脑袋 嘶笑着大口 正好在其上方的一支队伍 直接是被其一口 全部吞入了腹中 这巨大的脑袋 正是参天巨蟒 参天巨蟒这一口 便是灭掉了一支队伍 其凶悍程度 自然是不言而喻 周遭的队伍看见这一幕 脸色都是猛然巨变 这参天巨蟒的出现 便是打破了这里原本的宁静 参天巨蟒并未作罢 巨大的身体 狂舞摆动 此处便是看到了 一道道惊恐的脸庞 不过 就在此时 两道身影 一前一后 强大的气息 便是呼啸而来 强悍无匹的攻击 便是狠狠地砸在了巨蟒的头部 其中一道身影 便是手握青光宝剑 身形宛若鬼魅一般 青光宝剑便是暴起青光 而后狠狠地疑刺 只见参天巨蟒均硬的蛇鳞 也是被直接刺碎 强烈的疼痛 立刻是激怒了参天巨蟒 身形摆动的便是更加的疯狂 仿若整个沙漠都在颤动 两道身形 旋立在半空之中 其脚踏长剑 欲剑而行 其身旁周遭 有着剑气呼啸 这是三大借空的剑狱 没想到 他们也找过来了 看来子弟 有顶级的传承 竟然连他们都招惹过来了 有他们在 这巨蟒定然必死无疑啊 周遭的队伍 看着欲剑而行的两道身影 其身上所散发出的波动 便是让他们面露敬畏 虽然来到这里的队伍 基本都是中等借空 不过 中等借空的三大顶尖借空 剑狱 祖妖殿 以及硝烟之前灭掉的灵鹿 他们的实力 可不是寻常的中等借空 可以比拟的 而后 两道身影后方 便是出现了十几道身影 皆是欲剑而行 阵势浩荡 剑狱弟子 随我杀了这畜生 顶级传承 杀了他 自然会出现 两道身影之中 一白一青 白袍男子 显然是为首的队长 剑眉心目 气势非凡 凌厉的剑气 在其身旁周遭吞吐着 是 身后剑狱弟子 便是力喝一声 身形便是悬浮而出 十几道身影 迅速集结成剑阵 汹涌的先知元气 便是涌动而出 足足有万道剑影 而后 呼啸而下 剑术轰在了 参天巨蟒的身躯之上 只见其鳞片 在呼啸而下的剑影之下 出现了裂缝 而后 发出了悼悼惨叫声 白袍和青袍男子 在那剑阵之中 二人身上先知元气 抱拥而出 而后 在其头顶之上 凝聚出了一柄百丈巨箭 便是直接对准 这巨蟒的头部 下一瞬 便是朝着巨蟒 嘶笑而去 被现证困住的巨蟒 更是无处可逃 似乎只能接受命运的安排 百丈巨箭 便是直接嘶笑而下 这一箭下去 势必要直接斩掉 参天巨蟒的头颅 而就在此时 沙漠底部 一柄巨尺呼啸而出 化作黑盲 与那百丈巨箭 硬轰在了一起 百丈巨箭 便是在空中猛然一致 而后 便是从那沙漠之底 拾几道身影 破土而出 而为首的身影 正是萧炎 萧炎此时速度不减 直接暴掠上去 一把握住了 八荒玄重尺 而后 身体之上火光暴起 五重震天尺 破军 萧炎 旋即立合一声 身形往前猛的一冲 手中的八荒玄重尺 也是裹挟着霸道无匹的力量 直接是将那百丈巨箭 给硬声哄成了粉碎 萧炎单手迟迟 那修长的身形悬空而立 面无表情地 看着四周十几道围攻巨蟒的身影 剑狱的白袍和青袍男子 皆是眉头一皱 看着突然出现的萧炎 有些恶人 何人 敢阻我剑狱 白袍男子立合一声 神色威严 一袍更是无风自动 脚踏剑身 可谓是威风凛凛 萧炎 萧炎便是平淡开口 白袍和青袍男子对视一眼 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 微微一愣 这个名字 他们很熟悉 但一时间又想不起是谁 只是一旁观战的队伍 轻声开口 无 无畏战队 他们 是目前排名第一的 无畏战队 话语一出 四周便是骚动了起来 而剑狱的白袍和青袍男子 二人眉头 也是微微一重 无畏战队这个名字 早已被传遍开来 此刻 他们也是想起 眼前的男子是谁了 在黑暗森林之中 将斗神联盟都按在地上摩擦的 无畏战队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